都沒有被引一切危害 他認為中文人員 日本人只是讓他們宣布 宣稱放棄台灣主權而已 他們有說他送給誰 但是蔣介石跟馬力友的證明 他們也認為這麼久會寫不掉 沒有開始宣言 或是難被引 這些東西已經時間不好 但事實上在使用公報 不需要保障導益的扣經理 所以這些都是各拜的一些騙人 林滿宏他認為中文人員 至少可以回到那邊去探討 他的邪惡是什麼呢 他的邪惡是什麼呢 各位感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這個關鍵詞 林滿宏中文合約 你可以找到他的這篇文章 他提到說 回到50年前 印還佔包括 合理一直被怎麼簽訂 生效的中文合約 所以台灣跟日本的這個合約 是一個改善的關係 若然他們也包括 中文合約搞不好是一個問題 來維繫亞太帝區 與中國大陸共同共同 他認為說 可以提供大家共同思考的方向 也就是說他認為中文合約 實際上是解決的問題 我現在明鏡也很俏 但是就林成來說 他們有這種不認識 他說那個文字明明 告訴我們說 那是一個放棋 日本放棋而已 他們有說要交給誰的 的一個字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計較 非常地計較於這個文詞的行動 我覺得它是非常單純道理的 因為這個詞本身就只有 有行動的力量 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 只是一個 我們愛整個說 或者說大概只這樣就可以了 不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台灣 這個叫台灣談談日本 尤其有推定這個島國地帶 都是美國用回憑 中國大陸亞太軍事的 用緩衝地帶 臺灣這一層段作用 曾經被這個門戰事情 也被吸引過 今天做不到我們的覺醒 開始要去突破這個島國列 所謂的太平洋的 第一島國列 對不對 這是島國地帶 包括最近的 交易海事件 這樣的一個動作 可以撼穿 背後的一個心理機制 好 這個我可以談到這樣的一件 另外一個是提到 欠戰者國家的概念 這個概念我覺得也值得去思考一下 也就是說他統設了自己的觀點 那這是一位黃智慧 他在網上可以找到的一個PDF 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統治 執行統治跟欠戰者國家的概念 有關於這個遊王跟戰役 在前雲層的觀點裡面 是一種兩面系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 這個政權 或者中華民國這樣一個 這樣的一個統治的一個結構 裡面有這兩個層面 他進入的去推這個問題 他用一個欠戰者國家 來搖出這樣的狀態 所以他再加上一個質疑統治 那他的結構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他的結構很有趣 就是說像 叫做於歸納世界上 其他政權所得到的 欠戰者國家的學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性格 從解以後才出現一般民眾 表述了文的材料 然後得到大量印證 印證這個殖民統治的性格 也就是它是代表的 代表的一個殖民統治 代表了誰代表的 代表的日本 或是繼承的日本 殖民統治的性格 這是眾多文章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個政權體制 因此被戀民國 然後依前述的考察 或加上流氓 和戰利這兩個概念 它認為說 流氓到其佔領 新佔領地的殖民 戰權 你會比較反映說 它創造的這個名詞 叫做settled state 這個叫做settled state 這樣創造了一個新的名詞出來 所以它的論點是這樣子 所以用戰利 遊王 跟代表殖民 引致 構不構的政權 在這個 安尚法蘭克的策欄裡面 從台灣力量創作裡面 彈出一個黨國內戰的一個問題 這黨國內戰的問題就是 問題國家也是國家成的難題 然後在國家是一個治理機構的 這個構成的問題 那對於台灣百祥兩岸的 分別是兩個反民主的黨國體制 那這反民主黨國體制呢 就是高雄民的互相作品裡面 人肉智慧裡面所要討論的 所以說高雄民主 除了他爸爸在國內戰的時候 看槍傷然後射到蛋黃布裡面 西面人就卡在裡面 會寫的東西怎麼樣的 但是我們下個選舉 可能是被冠算還好 所以他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比較人肉的智慧這樣問題 去討論這個戰爭內戰 透過這個時代的方式去談論歷史 所以其實個人的 也是一個全體的歷史的問題 那麼高雄民他的論點是這樣子 他討論共產黨在國務內戰的 華麗的衝突中 第一個是打破國民黨的內部治理 這是高雄民的說法 第二個呢 是領導受得的人 大家知道說 公共產黨的代理的時代裡面 事實上是在代理的所謂的農民 華麗的農民戰爭 這樣的一個反善建築 大家都知道一個概念 無論非或是什麼樣的政治盤算 這是另外一件事 華麗的戰爭群的真理 他也強調說這是一種農民 可逆為特色的直攻代理的戰爭 也就是說中國民黨 假設實的這個代理 代理的直攻體力 代理的直攻體力 所以這就是毛澤東的合併思維 但共產黨還有一軍 所以這個代理的就是這樣子 那他還說 那我個人的我的看法是講 立法的內戰其實真的擴大了 我覺得那是兩個黨國平式的 一個現代化的戰爭 現代人的戰爭 除了一種立法 國家黨的視為黨派進來的戰爭 然後雙方就互通反權 你說兩岸目前進入和談 或是一種邪道 就是一種普通反權 然後都是有在未來的 你對於仲傑的一個黨的討論 那麼可以從另外一個意思 因為醫師叫做神秘符呢 他的一個故鄉 的共同跟世界大法之際 他用信仰學 用算命 那種星座論去談 去分析他講 列實的他的形成 他的那個星座 都是一個潛在的獨裁的 這個極權的一個形象 好像變成一種宇宙的結構一樣 而且他使用也會存在的 你說黨國毫無這個東西 不是只有二十四季才會利用 搞不好以後還會預存在 你知道 所以國家被瓦解了 人類的政治組織方式 不再是透過國家 而是透過另外一種制度 那麼這個黨國才會消失掉 就是黨國身上不是只有在臺灣 然後在日本 跟自治黨 還有包括地區國大黨 那這些都透過一些民主地做的 慢慢吸食他的這個 但是他還存在著這個成員 那 有關於這樣的一個 高同域的一個受訪討論 你可以找一下這一期的現在 裡面有一個恐縮軍的一個平衡 一起跟他的對話 那這個黨國體制呢 黨國體制事實上是 跟動盟看斷一些條款的關係 在1999年也被除掉 那麼事實上這些法 就是跟動盟看斷一起的 這個條款的辦法 感動一下 這個條款的 謝謝